2013年两岸城市青少年创意族谱联展28日在福州举行 展出的39副作品从两岸青少年的独特视角 通过联谱、芒果树、魔法家族等创意载体演绎寻缘寻根的主题 见证两岸血脉亲情 这是台北学生小学四年级柯继红的作品 柯氏一脉福菊相传 柯继红的祖父母都是福州人 出生在台北的他经常听爷爷说起福州的事情 他告诉记者用福菊代表寻根到福州源头 也代表福菊播种代代相传 据了解此次连展为期三天 共展出福州式作品55伏台北式作品38伏 他们以独特的视角构思出来的族谱作品 诠释对家族、族谱的认识和了解 叙述自己家族的历史 还有来自福州的电子形式族谱作品17份 这是两岸城市青少年创意族谱连展 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电子书族谱 接下来还计划推出微电影族谱 据了解 从2009年开始 福州市教育局、福州市台办 与台北市文献委员会合作 约定每年福州与台北 轮流举办青少年创意族谱连展 至今已经成功举办了四届 quad词谱连建议